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先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实时评论员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钱助纽大使借文集 钱子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还是持续来关心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美国其中选举快要到了 拜登有一连串的动作 杀到底吗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一波的对中国的制裁 是全面禁售华为以及中芯通讯的设备 而且英国政府也同步配合 英国政府正式通知业者 2027年之前5G全面移除华为 如果你敢违规每天要罚你361万和361万台币的英镑 所以华为全面被封杀 中芯也一样 这是美国的国安策略 他说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所以我们被逼的要在经济跟军备跟中国竞赛 所以这是不得不做的决定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美国有很多的批评 或者美国内部的一些想法跟觉醒 包括纽约时报 我们看到专栏作家弗里曼 我们在新闻大白话也引用过他的报道非常多次 他曾经得到普利斯奖 他说欢迎来到中美晶片之战 这个是纽实中文版的翻译 其实他的英文的标题是说 大家知道吗 美国正在对中国跟对俄国同时开战 这是他的英文标题 他告诉美国人说 美中斗争不引人注目 因为那是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 没有发一枪一弹 可是他对全球力量平衡的结果会非常的严重 即使不是更大也不亚于 有看到伤亡的乌俄战争的结果 讲的就是这一次的科技战 晶片之战 美中尖端科技脱钩 技术脱钩 中国晶片产业面临 史普尼克危机 这个我还去Google了一下 什么叫史普尼克危机 等一下老师可以告诉我们 可是讲的大概是1957年那个时间点 美苏 那时候叫苏联 美苏的太空竞争的那一个时间点 俄罗斯超车了 那时候苏联超车了 他领先美国先发射史普尼克一号卫星 当时美国整个国家上上下下 整个大傻眼 怎么可以被这个万恶的苏联给赶过去呢 所以现在的美中战争 基本上有人认为那个基调就是这样 这是一场史普尼克危机的重演 当有人想要超越我 或者已经超越我了 我就要让他死 拜登欲压力就转弯吗 抗中能否杀到底 讲的是美国现在国内有很高的通膨问题 所以拜登也说了 物价太高 我要打击通膨 这是我的首要任务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今天 它的这个股市上演了大惊奇 本来是一路杀到底 结果尾盘整个拉高到800点 反而涨了800多点 一般市场上预料是 因为雷蒙多讲了一些话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说因为高通膨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 要把部分的关税给调降 市场就有一波预期了 市场就认为说 有可能我们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的关税有让步 所以这个半导体的出口禁令 有没有可能也会松动 有所转还 所以市场预期心理的状况下 美股被激励了 大涨了800点 我们来看看 美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 他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他说当前贸易战成为大国竞争的武器 贸易这件事情本来是要促进人类的福祉 你没有的东西我卖给你 我有的东西我卖给其他人 大家赚钱互蒙其力 可是现在美国的拜登对中国的科技禁令 因为他的目标明确 要阻止或者是推迟北京先进半导体 就是要让北京 让中国他的科技发展不能超过我 所以这有至关重要的军事跟经济的意义 这些管制意味着约束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本身 什么意思 其实这些科技的贸易 或者是互相的大家share互蒙其力 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其实是有利的 因为你看如果你管制的话 对于那些本来就比较极权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包括北韩 其实你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所以双面刃 这一把刀有可能插入这个 像是美国或是其他发达国家更深 这个必须要思考一下 那美国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呼吁跟想象 我们再来看看 最近的美中的对峙 那到底一般来说 两边现在的体质上 或者是经济的累积上 到底是谁胜谁负 有一些数据或是有一些角度的观察 您可以来参考参考 包括巴士底报 他怎么说 他说疫情方面 看起来好像美国的疫情已经控制的不错了 甚至拜登总统一度宣布已经战胜了疫情 可是你要知道 美国有超过百万人因为COVID而死亡 中国的死亡人数是5000人内 死亡人数很少 那当然要归功于他们非常非常严格的封城 跟非常非常严格的管制的手段 那经济上当然一定也有伤 可是在科技 科技重镇金融财技的技术 美国是不是在落后的 日经亚洲说了 未来的6G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总共2万项的专利 其中中国大陆已经拿到了40%的专利 已经赢过了美国的35%的专利 另外美国玩弄科技霸权 这个市场估计到2025年 美国GDP年损1900亿 大约是6.1兆台币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各种贸易战 各种科技战的影响跟后果 而中国一带一路 虽然现在他可能也脚步放缓了 可是因为他连结了140国 所以这个32组织组成的路权经济 这个起手还是中国 所以两边都在竞争 那未来这10年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来问问看大使 大使您怎么看 从整个华为最新的所谓的禁令 对 美国现在整个的做法 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 经济为政治服务 也就是政治是最主要的 最高的目的跟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经济要服务政治目的 这是美国现在的整个发展的主軸 目前跟未来的趋势 那中国大陆呢 从改革开放以来呢 基本上方向就是政治为经济服务 那到现在虽然遭受了 美国这个全方面的这个打压 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没有放弃 这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 一个政治为经济服务 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 那其实你要检讨过去 三四十年来这个东升西降 因为现在讲东升西降 讲得好像是未来的事 其实你要看过去40年 事实上就是一个东升西降的过程 那我觉得过去东升西降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带领了西方 是用政治来 用经济来服务他的政治目的 那他的政治目的 又不是真正的扩张主义 又不是真正的攻城掠地 去打了一大堆钱 最后也搞不到目的 比如说我们以阿富汗的国家为例子 美国打了20年 最后灰头土脸 然后回到了美国 那花了那个几兆 两兆多的美金 人家就说目的何在 不清楚 你像19世纪 18世纪这些西方帝国主义 他很清楚 打你的话我就是要剥削你 我就建立新殖民地 那美国事实上 20世大战以后 你觉得他的那个 真正的政治目标 有的时候又是 很虚幻的价值 什么民主 自由 这些能换饭吃 所以基本上就是用这种经济的 因为他经济太强了 所以就要挥霍他的经济资源 一直去搞这些政治原则 又不是19世纪 还有20世纪说的帝国主义 你可以占领一个 占领一块殖民地 然后你觉得它剥削 把它就跟日本人在台湾一样 把你阿里山的树通通砍光了 也不要付一毛钱 对不对 台湾的米也给你 台湾的糖厂 传统的糖业通通给你打垮 都变成日本的糖业注释会社 替日本人赚外汇 那美国又不做这种事 所以你就觉得他们这个说 政治目标又不明确 然后还要不断的投入经济手段 所以就变成目前的状况 你以华为为例的话 英国本来头脑清楚的时候 Johnson的时候就说 他跟美国人说 我不做 因为为什么 我系统转换 我就是二十几亿的英镑 那个谁出钱 现在英国现在自己陷入困境 就真正变成美国的小弟 他宁愿花二三十亿的英镑 就去配合把华为的系统换掉 还不准人家继续用华为 那不是明明的就是用钱来 花钱来达到政治目的 那这个政治目的你也不明确 围堵中国 围堵中国为何呢 你又打不垮中国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西方 现在我觉得对面对 面对中国大陆的挑战 你可以说他有一点相互矛盾 目标也不明确 然后事实上伤敌一千 智商一千二 所以更麻烦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你就可以说他是基本上 用数据在领导国家 然后明确的目标 然后长期推动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 就是说在目前的竞争里面 基本上还没有 美国是挟起整个盟邦体系 对中国大陆下重手 而中国大陆还承受得住 就是因为他长期来 第一个在国际社会 他很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原料的取得 不管是粮食也好 不管是这个能源的取得 这个是很重要 要卡中国脖子很重要 这两样美国 美国卡不住 那美国就用他有的科技去卡 可是你刚刚看 你看中国大陆 六基的这个好专利 中国大陆超过美国的 那过去一段时间 事实上在这个重要的论文发表 还有这个专利的申请上 中国大陆都已经超越美国了 那另外一方面长期的策略来讲 中国大陆基本上有第三世界 做他的这个国际政治斗争 各种斗争的这个 最主要的一个基石 另外很明确的一带一路 另外一方面 每一个五大洲七大洋 他都有他的一个发展的策略 然后你现在看 世界上大概有120几个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好像都是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是为了一个不是很明确的 政治目标投注大量的经济资源 另外一个是用政治力量 来捍卫他的经济发展的权利 这两个目前为止 我觉得美国可能在某些 这些经济的这种部门里面 它是可以取得优势 可是不是全面性 可是整个的长期竞争下来 我觉得胜负 已经大概已经呼之欲出了 现在美国又因为体制的关系 他除了过去是四年打一次摆子 现在连两年这个其中选举 都变成全力以赴的 耗住各种社会资源 耗尽他各种既有资源 就为了取得他的其中选举的胜算 那就变成就是说 是为了内政而外交 所以这个也没有错 可是你的外交原则 就变人家就看出来 你都是为你自己内政服务 你的盟邦会不高兴 你的盟邦会说 我原来半天都为你 你这个拜登政权的内部选举 我跟你支持你 我投注在你美国手里 到时候你如果下台了 或怎么样 我都是什么 打水漂 所以美国长期这样子 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觉得他的地位根本不是堪律 是稳败 稳败 是 赖老师怎么看 美国确实是同时在打两场战争 但是他在欧洲部分打的是代理人的战争 其实相对来讲是花小钱 如果你把他用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战事来说的话 他目前花在乌克兰上面是花很小的钱 他用花很小的钱牵制住了俄罗斯 在欧洲的影响力 其实也瘫痪了欧盟的发展 然后也扩大了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影响力 所以在这个部分中 他事实上是有获利的 但是对俄罗斯的伤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IMF的评估里面就很明显了 也就是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没有受到大的创伤 俄罗斯的金融体制也没有受到大的创伤 但是俄罗斯的现行的弹药库 那消耗是有相当的程度 不过俄国也占据了这个四块地盘 所以对于受害者最深的其实是乌克兰 还有欧洲的国家 可是对美国来说的话 他耗损的其实并不大 所以我觉得在欧洲的战场 确实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是有烟消的 可是美国人没有直接介入 所以美国人的伤亡并不严重 在亚洲这个部分跟中国大陆打的 确实是一场直接的经济的科技的斗争 也可以说是一场战争 这个斗争跟战争 其实我高度怀疑 我高度怀疑为什么要在G20之前宣布 这一系列的措施 我高度怀疑是拜登想把这个作为 他的一种谈判的筹码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是一种棋手势 也就是把自己创造出一些筹码出来 而这个筹码是因为美国 掌有优势的地位 可是你看各个分析 大家都会告诉你说 美国跟中国大陆打这场科技战 台湾跟韩国损失2400亿美元 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然后他们也计算出 美国也会损失1000多亿美元 换言之也就是说其实美国有受伤 台湾跟韩国也有受伤 大陆当然也有受伤 而且受伤不轻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大陆还没有出手反制 也就是大陆到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说我开始出手 那么跟你对抗 所以未来的变数还是很多 如果大陆开始出手 例如说包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今天打我半导体 我打你的5G 因为5G中国大陆的专利也很多 如果美国的5G铺的比较多了 而里面有很多是 中国大陆的专利的话 那中国大陆假设也采用 美国对华为的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你只要使用 中国的专利的都不能使用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美国铺的5G可能就有问题了 6G美国可能也走不下去了 因为6G目前的专利权 中国大陆占4成多 那这样的未来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在5G的这个产业 跟6G的产业中 那美国并不是没有造门 被中国大陆卡住 再讲一个例子 这是我自己的发想 不切实际的 假设 假设大陆宣布 只要美国跟美国设备 技术有关的那些晶片 都不准在中国大陆组装 那有很多国家 就是在中国大陆是代工厂 例如说苹果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像鸿海 那都不能在中国大陆组装的话 苹果一两年内出不了货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是有很多日本的 美国的一些产品 在中国大陆做代工厂的 都不能组装 他也没办法在半年一年内 找到其他的厂商 来去帮他做代工 那天厂来不及 那他的供货明年 后年很多的供货都停滞 那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大陆还没有出手 所以未来是怎么样都还不晓得 我为什么会高度怀疑说是不排除 就是说美国把它当成一个筹码 就是我现在要用全方位的 要控制你的晶片发展 你要不要跟我交换条件 那也就是说因为 拜登一直希望在去团结的时候 跟习近平有会面 那会面的时候要谈什么 那会面一定要交换一些 彼此之间的利益 就是说我如果你同意 那我就让一点晶片给你 那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在目前来讲都在完排 那但是如果假设习不同意 那可能就升高了 但是问题就是大陆也并不是没有 完全没有筹码来升高 那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升高的 对视的情形下 你刚刚讲到了斯普尼克时期 那也就是说当时俄罗斯 就是前苏联的领先 使美国感觉到恐慌 美国就动员了国家的力量 大家在太空事业上发展 就后来居上了 那有人就比喻说 你美国全方位的对中国大陆的打压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寻找第三条路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弯道超车 这个弯道超车 其实在过去美国的苹果打Sony 也是弯道超车 以前Sony是Walkman唱盘 但是苹果改用Apanano 就是数位的 那就把整个Sony就打败了 那你看苹果从此以后奠定 很强大的地位 例如说以前是内燃车 中国大陆赢不了 改电瓶车 那也是弯道超车 目前来讲电瓶车 中国大陆就有相当的领导地位 那换言之也就是有人在估计说 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会采用 弯道超车的地步 或者是有更多的华人 因为我们看到了 在美国的华人就有500多万 有没有更多的华人 这些科学在工程师 从事半导体业的 他们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来帮中国大陆打拼 那这样的情点下 美国的人才减少 中国大陆的人才增大 会不会又改变了一些局势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场战争 对美国人来说 并不是稳赢的 是 没有烟消的战争 其实它的影响更大 更久更远 来 请教学 我觉得大家要讨论一下 我不知道花旗的这位经济学家 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用这个Sputnik Time 这个概念 其实对美国来讲 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因为当年Sputnik Time 出来的时候 全美上下大为震惊 因为Sputnik是他们的卫星 飞越美国上空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民众 拿望远镜都看到 所以对他们来讲 那个对国力的彻底质疑 因为在二战之后 美国是把Van Neumann 这个冯友曼给挖过来 然后苏联挖的是 德国的另外一组 专精火箭推动的专家 两边在同时开发飞弹 跟卫星技术的时候 苏联如果史波兹尼克一号 成功发射代表是 他在弹道飞弹 在大气层 在轨道外的空间航行上面 都比美国要强 这个不只是一颗卫星的问题 这是全面性的 军武太空拳的挑战 所以后来才会有阿波罗时代 别忘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是JFK演讲之后全力推动 才导致美国成功登陆月球 所以坦白讲这个挑战是 美国今天如果真的要 完整的封锁晶片设计业 跟制造业跟生产业的话 它其实有几个挑战 我们要先讲的是 AI跟人脸辨识 跟所谓的自驾车这些技术 其实并没有需要用到 非常先进的制程 如果你去仔细看 28奈米就足够了 为什么要用先进制程 是因为它东西想要小 它想要变小 那它想要变到手机这边来 可是这个在技术上 真的不需要 我们这样讲 中美晶片站 高雄房价要倒霉 你听了觉得有一点点距离 但不对 因为中美晶片站之后 28奈米的需求大幅提升 7奈米的需求降低 所以高雄厂就减少7奈米规划 甚至可能完全没有7奈米 那28奈米的制程 你可以去问一个 随便一个电机工程师 他告诉你 因为太成熟了 所以其实可以大量减少人力 他不需要人去盯那个生产线 他就全部无人工厂 然后派几个业务 或者是派几个工程师去盯就好了 那好 为什么高雄房价会跌 因为那就不会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 需求就减少了 人的需求减少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讲 美方的这一次封锁 会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反扑 因为美国的精英高官 在乎的是价值 可是人民只在乎价格 吃不饭在跟我说啥都没效 你看看现在如果高雄的房价跌 陈其迈的满意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一定会 因为物价跟房价都起来 结果你跟我讲不来 不来是没有先进制程 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所以美方现在的问题是 你想要经济服务政治 但人民让不让你牺牲他的福祉 来进行中美对抗 这个才是关键 尤其是在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简单来说AI AI人工智慧 自驾车 甚至是军事方面的无人机用途 都不需要很先进的制程 这样子美方到底要怎么办 你要这边给一个豁免 那边给一个豁免 最后都豁免 那搞什么 而且最麻烦我最后补一句 针对end user的规定 很难执行 我给你买一个游戏的显卡 我拿来做人工智慧 当年显卡是拿来做游戏 我们说画面很棒 所以我要用水冷室 结果大家都拿来挖矿 那你能限制他买来之后 怎么用吗 其实不行 所以美方可能要再想清楚 这个挑战很大 顺带补充一下 但是双方都各有挑战 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 他们去年刚革除了 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因为据说是校内考核没过 那在人才的战争上面 新的审核跟评议 是否能够满足整个各国两国 如果要进入新冷战的话 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问题